切回東南燈角 切回之前先直接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 包殼距離多少 12 Enter 好 這樣就 那再把它切回東南燈角 這樣各位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面應該從西南 西南燈角可以看到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子 這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用包殼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點到面 不過像這個方法 其實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其實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我們再來做一次 包殼 把這邊再稍微做一個 復原一下 復原 那包殼再一次 包殼 選它第一步一定一樣 點一下 那第二步的話 其實除了說你選三個面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技巧 就是說我們可以選線 不要選面 因為選那個面有時候會擋住的 那線不會被擋住 那所謂的線 選線有什麼好處 有就是說你要移除的面 有兩個以上 這條線有沒有 它會牽涉到的是哪兩個面 這個面對不對 跟另外這邊背後的這個面 對不對 然後這一條線呢 它是跟什麼 跟這個還有下面這個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選不到面的時候 你可以選線 選一條線等於選兩個面 這個是一個訣竅 好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個選這一條線 記得要點到 點到它就移除兩個面 有沒有看到 那各位看一下下方 找到兩個面 移除兩個面 有沒有 一條線會有兩個面 這個是一個技巧 以後如果說你們遇到這樣的狀況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就可以移除兩個面 那這邊的話呢 這一條線我點一下 它也是找到兩個面 但是只移除一個面 為什麼呢 因為另外一個面已經被移除掉了 所以它只會找到一個面 找到兩個面 但是只會移除一個面 因為另外一個已經被移除掉 移除就按一個enter 等等